德撒洛尼后书第二章 弟兄们,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,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,我们请求你们,不要因着什么神恩或什么言论或什么似乎出于我们的书信,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,就迅速失去理智,惊慌失措。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,因为在那日子来临前,必有背叛之势,那无法无天的人,即丧亡之子必先出现,他即是那敌对者,他高举自己在各种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,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。 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,给你们说过这些事吗?你们也知道,现今那阻止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的是什么? 罪恶的阴谋已经在活动,只待这阻止者一由中间除去,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。 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,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。 那人来到,依靠撒旦的力量,就有各种德能,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,并以各种邪恶骗术,删获那些丧亡的人。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,为获得拯救。 为此,天主是一种错误的信念,在他们身上运行。 叫他们相信荒谬,为是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欢违法的人,被定罪受罚。 主所爱的弟兄们,我们该当时常为你们感谢天主,因为天主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,借圣神的祝圣和信从真理而得到拯救。 为此,他也借着我们宣讲的福音,召叫了你们,为获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光荣。 所以,弟兄们,你们要站立稳定,要坚持你们或有我们的言论或有我们的书信所学得的传授。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,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予我们的父天主。 鼓励你们的心,并在各种善功善言上兼顾你们。